李倩梅与王林终于修成正果 王林当众承认 李倩梅是自己的女人 要在李莫晚苏醒之后 三人一起成亲 为了能让王林说出这句话 蓝梦道尊可谓是牺牲极大 不仅带领整个蓝四族背叛界外 更是将妙音道尊 九天魔尊与大荒上人打成重伤 尤其是大荒上人受伤最终 十年内必死无疑 王林也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抱着李倩梅 承认了李倩梅的身份 让李倩梅在自己怀里哭了起来 李倩梅最终还是离去了 与他的父亲蓝梦道尊一同走了 第五妃也被蓝梦带走 他们将回到蓝四族 再次归来时 会带着整个蓝四族 在界内选择一个区域 成为蓝四族新的足落之地 以蓝梦道尊的修为 尽管受伤 但这一行 除非长尊出手 否则不会有危险 但即便是长尊 面对再无任何道心破绽 空旋巅峰的蓝梦道尊 也不会逼得太急 因为蓝梦道尊的修为 只要他想 就可以一步进入玄节 引动玄节降临 在玄节下 长尊也要退避 李倩梅随着其父 身影消失在了界外的星空中 随着父女二人的离开 真房外的蓝色 慢慢的消散 使得星空再次漆黑下来 走失的李倩梅 很快乐 她的笑容如当年一样 时而回头看向王林的目光 透出无尽的温柔 这个男子是她选择的 她以前不后悔 现在也不会后退 未来 她就算是因此死亡 她也不后悔 这就是李倩梅属于她的性格 此刻在这转人阵法内 就只剩下了王林与穆冰梅二人 穆冰梅目睹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她的心绪很乱 二人之间 似没有什么话语可说 许久之后 就在穆冰梅张开口 似要打破这寂静时 王林闭上了双眼 开始了吐纳与参悟思天之术 穆冰梅的话 消散在了口中 没有说出 她的性格 终究是与李倩梅不一样 更与西子风不同 甚至与红蝶也不大相似 她就是她 穆冰梅 这最后的半年 很快就过去了五个月 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月 在这一天 穆冰梅站起了身子 她的双眼没有了复杂 而是一片清明 她看着闭目的王林 许久许久 保重 这是她在这一年 说出的第一句话 也是最后一句 说完之后 穆冰梅转身 向着界内昆虚走去 她是昆虚圣女 她要回到昆虚 似着十一个月的陪伴 只是为了说出这一句话 穆冰梅没有等待一年的完结 便离开了 十一个月 还差一个月 穆冰梅把这一个月 留在了心里 放在了以后 她的身影 独自在星空中 看起来很是孤独 潇洒 柔弱的让人不由的毁 生起心痛 她没有了一切 她羡慕李穆婉 她也羡慕李切梅 李切梅还有父亲 李穆婉也有王林 而她 什么都没有了 家没了 师尊没了 一切熟悉的人 伴随她长大的人 全部都死去了 若真说有 便是王萍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她是王萍的母亲 就算是我死了 也不会有人知晓吧 萍儿也恨我 穆冰梅神色暗淡 越走越远 直着穆冰梅的身影 消失在了星空 王林睁开了双眼 她望着穆冰梅消失的方向 沉默不语 对于穆冰梅 王林已经没有了恨 但同样的 也没有情 还有一个月 王林双眼凝重 看着界外星空 其右手抬起在眉心 骤然一点 这一只落响 王林全身一阵 喷喷之声在其体内 突然回荡 在声音弥漫下 王林的身体 渐渐模糊起来 隐隐地出现了虚幻之药 仿若是有两个王林 重叠在一起 此刻这重叠的身影 已一直开始了不稳 熟悉之后 在其身影扭曲之下 赫然间 就从王林的身体内 幻化出了另外一个王林 重叠的身影直接分开 喷声不再 模糊散去 在这阵法内 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王林 盘膝而坐的 是王林的本尊 古神 古妖 古魔于一体 获得了道古传承之身 站立的是 他的分身 修饰肢体 曾经有一段日子 王林的身体 便是长久的如此 本尊打坐 分身迈出 以这样的方法 两个身体同时修炼 如今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去做了 但眼下 他再次分身走出 分身与本尊目光对望 扮想之后 王林的分身 向着界内星空一步走去 瞬息间就消失无影 其本尊双目闭合 盘膝坐在阵法内 坚守这最后的一个月 星空中 王林一身白衣 迈步而走 此刻的他 没有了强悍的肉身之力 但其修为 却是空领中期 这一点 是其修饰修为 不会改变 如今的他 已经是完整的修饰 无法以肉身对敌 只能以神通杀人 最后一个月 在远古先遇四大战将走出前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重宁四大仙界 把四大仙界融成一体 成为新的仙界 从此之后 界内之修生存在仙界内 便可凝聚出香火之力 此后诞生的修饰 同样还是修仙 他们可以在化神之后 飞升 进入此仙界修炼 王林神色凝重 适应在着星空闪烁游走 国王间来 只有上代 风尊一人做到这一点 开辟了四大仙界 使得界内之修在短时间 能凝聚出香火之力 但随着风尊的重伤 宾刺 随着四大仙界的崩溃 此后界内便再没有了 凝聚香火之力 但如今却是不同 王林轰开了风界大阵 使得界内星空中 存在了太古星辰的气息 使得界内香火的限制瓦解 眼下正是重新凝聚 仙界的最好时机 在他之前 也有人想过种宁仙界 可条件却不允许 他们没有风尊的法宝 无法做到这一点 同样的时候的风界大阵 也还没有被削弱到 要崩溃的程度 王林外部中 他第一个驱网的是 云海的风仙界 风仙界保存较为完整 其内被大量的文兽占据 以王林当年的修为 不足以撼动此界 但眼下的他 却是可以 且王林在感应中 也早就知晓 当年与其失散的文兽 在这场大战中 进入到了风仙界内 在那里生存了下来 内部中 王林身子融入星空 波纹扩散 其身影消失 出现之时 已经在了云海深处 风仙界的路靠裂缝之外 重回旧地 王林在裂缝外目光头去 向前一晃 就冲入进了风仙界中 刚一踏入 如刀子一般呼啸的风 就扑面而来 整个风仙界内 弥漫了无尽狂风 乌夜的风声 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苍凉的回旋 在这天地内呼啸 天空被一层层扫过的风弥漫 大地的尘土已经在岁月中 被掀起了一层一层 直至现在 风遭大地 再没有了半点尘土 神势一扫 王林不假思索 向前一步迈去 其身影冲入无尽狂风中 一头白发飘舞 但风却是无法阻止 王林的脚步 不但阻止不了 更是在王林的面前 轰轰崩溃 风仙界内 在其身部 移出碎片大路上 这里狂风耿裂 呼啸间却溅在风中 有两群文兽 正在风里相互四领重伤 这两群文兽中 每一群都有上万之多 此刻厮杀之下 立刻就有了死伤 但那些死亡的 全部是其中一群 另外一群一个个双目露出世线 疯狂的一风利的口气 不断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这群文兽 居然毫发无损 仅仅是片刻 死伤众多的文兽群 就在阵阵凄厉的嘶吼下 节节败退 被群凶残的文兽 呼啸追击包围 与此同时 从这群凶猛的文兽群内 一只身子约百张大小 如同小山一样的 巨大金色文兽 赫然从远处的 山峰内一闪而出 此文兽一出 顿时便有一股威压笼罩 他神死争鸣 口气足有数十丈之长 风力无比 寒芒必漏 他的出现 如同是王者降临 一冲之下 这巨大的文兽 就冲入到地方大群之间 横冲直撞 身后的文群冲来 没过多久 之前还有几万只的文兽群 全部死亡 没有一个逃出 巨大的文兽 全身沾染了同族的血液 双目露出寒光 但其内却是有癌伤隐藏 他这百年中 始终悲愣 他找不到主人 只能以杀戮来宣泄起悲 他向着天空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鸣 这嘶吼之声 透出的也不是兴奋 而是如同被抛弃的柚子 向天悲悯 在这嘶鸣下 他四周的文兽群 同样发出嘶吼 他们的声音连在一起 惊天动地 在这嘶吼下 却见这片大陆上 飞出了诸多的文兽 一个个带着惊慌与恐惧 急急逃离 他们之中还有不少身子庞大的 此刻也是恐惧中迅速逃走 在他们的记忆中 这百年来 有这么一群文兽 他们极为疯狂 他们在不断的杀戮下壮大 凡是来到新的碎片大陆 他们都会如方才一样 残杀一片 若有不离开者 便会被他们不顾一切的撕碎 但就在这时 巨大的文兽 却是突然身子剧烈的一阵 其嘶吼骤然彻底的停止 他颤抖中 双眼的寒芒崩溃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股消散了百年的迷茫 迷茫很快就化作了激动 这巨大的文兽 带着激动与惊喜 其身子一晃之下 一边再次嘶吼 一边直奔远处 疯了一般的飞去 他的样子 就如同是与主人失散了许久 突然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后 浑然忘记了一切 发狂似的 要去寻找气息 王宁在封仙界的半空 身子一顿 转头看向左侧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他左侧的封仙界天底间 风声乌叶呼啸回旋 一道黑线在远处横卷而来 黑线赫然就是上万文兽连在了一起 形成的一道惊天之墓 最前方便是百张大小 争鸣无比的巨大文兽 其双眼的激动 在遥遥看到了王宁含笑的目光时 整个身子颤抖起来 一声尖锐的嘶吼响 这百张文王 杀就顺风而来 在王宁的身边 直接就兴奋的撞了过去 他庞大的身子 在这急所的冲击下 带动的风吹在王宁脸上 如同刀割一般 尤其是撞来的这一幕 更是足以让任何看到者 心惊不已 这文兽已经习惯了 王宁的强悍肉身 此刻兴奋中这一撞 却是让王宁苦笑起来 他如今是分身 可承受不住这文兽 如此激烈的拥抱 王宁右手抬起 向前柔和一拍 一片波纹回荡 在文兽来临的沙 将其身子环绕 使得这文兽速度 不由的缓了下来 在王宁的身边 这文兽兴奋的斯明 巨大的口气 不断的摩擦王宁的身体 双眼激动的同时 更有深深的依赖 王宁是他的主人 如他的父母一样 这一点 已经深深的刻在了 这文兽的灵魂内 永生不在 再一次次的用其口气 蹭着王宁的身体时 文兽发出物业之声 仿佛在埋怨 王宁为何这么久 才来寻找他一样 王宁哈哈一笑 很是开心 身子一晃之下 便站在了这文兽的身上 抬头看向前方 却见上万文兽群 此刻也纷纷来临 环绕在四周 其中有一部分 显然是认识王宁 但还有一那些后加入的 则看向王宁的目光 很是疑惑 与着自由就在自己身边 长大的文王重逢 王宁心中弥漫了喜悦 他一生孤独 陪伴自己的 只有几只凶手 其中以着文王时间最长 好像比以前要威武了不少 王宁拍了拍文王的大头 笑着说道 文王嘶吼 神色露出得意 其嘶吼之声 仿恶在说着他这百年的经历 可惜王宁却无法听得太懂 但他毕竟看着其长大 略一琢磨 便猜测出了一那戏 好了 带我去这封仙界的最深处 王宁含笑开口 文王双眼金光一闪 极为抖擞 一晃之下便逆风而去 呼啸之声传遍四周 上万的文群更是紧随其后 化作一股文兽风暴 直奔前方 这文王的速度 以至当年要快上不少 王林站在其背上 仔细地看了几眼 目中露出奇异之盲 这文兽当年尽管也不弱 但却不如现在 此刻的他 已经无限地接见了修士的第三步 类似于修士的天人第五衰 这种变化 让王林很是惊奇 隐隐地似着文兽就差一步 就可蜕变进化 成为了相当于修士第三步的恐怖之力 这一点出乎了王林的意料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造化 居然能有如此进展 郑辰银中 文王胡笑间掠过无数碎片大陆 四对这里极为熟悉 很快就带着王林来到了 风仙姐的身处 这里当年王林曾来过 他一眼就看到了 在前方存在了一片浓浓的雾气 武器中隐隐有一道巨大的裂缝 裂缝不知通往何处 透出森森寒气 在雾气下有几处大陆 只不过此刻却是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还有正中间的大陆上 曾经有一个人形雕像 只是此刻 雕像也消失无影 一个数千丈大小的文兽尸体 倒在大陆之上 这文兽的双目睁开 没有任何光芒 死蟹缭绕全身 看到这一幕 王林双目一宁 他身下的文王一闪之下 就带着王林冲入雾气内 落在了大陆上的文兽尸体旁 急口气一挥 猛地自入尸体内 一息之下 文王身子金光大闪 他身后的那些上万文兽 此刻环绕在附近 可却没有一个敢上前西市 王林身子一跃而下 他在数千丈的文尸旁 这文尸已经死去了多年 但其身体却没有腐烂 而是如同风干了一样 尽管干枯 可其内却还是有 这文兽的精华蕴含 他虽说死亡 可在其身体上 却是有一股极强的 威压仍然存在 这股威压 王林清晰地感受出 类似于修士的第三步 仔细观察了半下 王林看到在这文尸的颈部 有着一处致命之伤 此说的死 也正是因此伤造成 伤口是三个手指大小的洞 若不仔细看 这伤势很难被发现 王林眼中瞳孔收缩 他来到伤口前 看了许久后右手抬起 三根手指慢慢地 伸入三个小洞里 很是完整 这三个小洞 的确是三指穿逃而出 这是什么神通之术啊 三指杀死死兽 王林目光一闪 此兽他当年见过 正是从裂缝内 挣扎飞出的巨大文兽 只不过其大小 与当年比较已经不同 但气息却是极为相似 三指 这残留在此兽 尸体上的三指气息 我隐隐有那些熟悉 似曾在什么地方感受过 一旁王林的文手 此刻把口气从文师上抽出 很是满足的样子 看了王林一眼后 四名中飞起 口气一黄 指着上空雾气内巨大的裂缝 王林抬头目露金光 看向雾气内的裂缝 就在这时 文王四名下翅膀一闪 却是直奔裂缝而去 王林向前一步走去 紧随其后 与文王一同 在瞬息间就踏入在了裂缝的边缘 尽管处于雾气内 但裂缝中透出的森森寒气 却是让王林双目露出警惕 他没有立刻进入这裂缝 实际上他来到这封仙界 也原本不是为了研究此裂缝 但眼下既然遇到了 且看到了文师 还有三指的奇异熟悉 却是让王林对于这裂缝所通之处 产生了一次疑问 这裂缝外到底是哪里 这是王林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巨大的裂缝 在他的观察下 王林慢慢地发现了 以那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裂缝撕开的边缘 成具齿状不规则 但在巨石形状的边缘中 由于那些地方 似有曾经连接过的痕迹 沉默中 王林右手一挥 其手中立刻出现了一枚玉剑 捏着玉剑 王林一掰之下 但听卡的一声 这玉剑一分为二 边缘位置有很多细密的 不规则碎裂之口 把这两半的玉剑合在一起 此玉剑就再次完整 王林右手柔和之光一闪 修为融物玉剑内 很快这玉剑就粘连在了一起 那些不规则的碎裂相互粘贴 看去只有以那些细密的裂缝拔了 盯着玉剑 王林目光一闪 再次双手拿住一掰 卡的一声 这玉剑再次成为两半 其中有之前碎裂粘合被分开的 也有以那些新的碎开之处 拿着玉剑 王林看了几眼后 又看向巨大的裂缝边缘 慢慢地 其双眼露出明亮之芒 很相似 这裂缝定是曾经被撕开过一次 事后被修补上 但若干年后 却是再次被撕开 故而才会造成这样的边缘变化 若第二次撕开 是在风仙界崩溃时 死后使得这里成为了文兽的天下 那么这裂缝第一次被撕开 又是在什么时候 是谁撕开 一声四名打断了王林的思绪 却见王林的文王在这裂缝外徘徊 很是想进去的样子 他时而回头看向王林 露出极解之色 罢了 进去看看就是 王林看着文兽的样子 略一点头 文兽顿时嘶吼之下 一晃之中 直接就冲入裂缝内 看其动作 似不向第一次进入 显然在这百年中 他不止一次的进去了 王林谈起脚步迈去 但其心神却是极为谨慎 他这份谨慎 伴随起义声 绝不会因为修为的提高而减少 修为越高 王林越是明白这天地的奇异 踏入裂缝内 寒气必然而来 王林双目迷起 修为运转全身 并未散开神世 而是先以目光横扫一番 这一眼之下 他整个人愣在那里 双目爆出金光 这裂缝内是一片 充满了荧光的世界 荧光是从一个个 巨大的卵形之物内传出 这里赫然就是一个 弥漫了无数文兽卵的奇异之地 文兽的卵 密密麻麻一串串 其内有诸多正等待苏醒的文兽 一眼看去 怕是超过了数百万之多 越是深处 则这些卵的数量就越多 且个头越大 甚至王林还看到了 百张大小的卵 其内文兽散发金光 已经完全成形 隐隐随时可以苏醒的样子 王林的文兽一进入这里 便立刻发出欢呼的丝鸣 其一冲之下就临近一串卵旁 巨大的口气猛的刺入进去 一息之下就把卵内的一切全部吸走 看着看着 王林已经明白了 为何自己的文兽会有如此变化 这一切正是因为这里 此地是什么地方 王林沉默中散开神世 谨慎地慢慢地扩展开来 直至其神世完全散开 笼罩了这整个空间 随着它神世的扩张 王林在沙中看到了完整的刺地 在这一瞬间 它双眼露出震撼 身子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猛地抬头 王林神石的笼罩 使得它看清了这奇异之地的一切 这里并非很大 而是戏长一般如同一条通道 这通道的四周 很是脆弱 更由于那些破损之地 如裂缝一样 四次通道随时都可以崩溃 这通道的两端 一端是王林此刻所在 另一端则是在无尽深处 在最深处的地方 就算是王林的神石 也无法蔓延进去 它只能隐隐看到 里有一座巨大的石门 这石门上 有一张纸 是一张纸幅封印 沉默片刻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杀就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之势 已经在了这通道的尽头 石门百丈外 这百丈的距离 阻止一些神石探弱 更有阵阵威亚弥漫 阻止任何人的来临 王林站在百丈外 盯着前方的石门 双眼露出凝住 这石门的样子很是古老 其上更有一那些复杂的文字 这些文字 王林从未见过 但他却能隐隐感受出 这些文字透散的沧桑 且在王林的观察下 他渐渐看出石门 并非是完美的耸立在那里 他更像是被人强行地融在这里 似而让起来支撑这通道 让此通道万古长存 沉默片刻 王林外去脚步 踏入进了百丈内 其刚一进入 立刻就面色有了变化 一股极强的威压 从内轰轰而出 使得王林的脚步很难落下 王林目光闪烁 此地诡异 他到现在还没有半点头绪 但他的右脚却是在一顿之后 猛地踏下 一步落下 这通道顿时轰鸣 王林一步之后再次向前一闪 一连走出了十多步 每一步都是树掌 转眼间 他便走到了这百丈距离的中间 在这里 他的身体内传出砰砰之声 似要崩溃一般 他此刻不是古神肉身 再走下去将无法承受这种挤压 其右手抬起掐绝之中 盘膝坐下 双目直接闭合 一直点在眉心 却见王林身体猛的一阵 气眉心立刻出现一个漩涡 他的元神在一片血光闪烁间 直接离窍而出 血光是王林的血剑 以此间融合元神 在血剑的保护下 王林元神直奔前方 这十门前最后五十丈 五十丈的距离 对于血剑与王林的元神来说 只是杀就横扫 排斥之力惊人 不断地冲击在血剑上 要把王林的元神积随崩溃 最终在距离十门只有十丈时 这股排斥之力达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血剑颤抖 王林的元神更是稍不留神 就会被疯狂地推出 他死死地凝去在血剑上 元神心念一转 血剑直接碰的一声 刺在了旁边的通道壁上 深深地陷入进去 以此来凝固剑身 但尽管如此 在这血剑刺入之时 却还是不断地向后豁开 时尚的距离 对于王林来说已经很近 他元神在血剑上幻化 死死地盯着石门 以极其上的指幅封引 如此近距离的观察 王林几乎可以完全确定 这石门是被人后放置在这里 其目的就是支撑这通道 还有石门上的指幅 这股排斥的威压 就是从指幅上散出 死伏的作用 便是封印此门 让人无法从外面进来 也无法从里面出去 门外是什么地方 王林元神心念急速转动 此刻血剑在不断地向后豁开中 使得王林的元神与石门的距离 从十丈变成了近二十丈 更是砰的一声 血剑被挤出通道墙地 在排斥之力下倒却 带着王林的元神 瞬间就回到了武师帐外 元神入肉身 盘膝中的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若本尊在与其融合后 凭着古神躯体 这武师帐虽说艰难 可凭着不灭之术 我可以走到门旁 但眼下若回去与本尊融合 会浪费不少时间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他一声羞倒 从未屈服于任何力量 此刻冷横中双手掐绝 顿时即左目雷霆闪烁 轰鸣之下 雷霆本源出现 与此同时 王林幽目火焰汹汹 露出一片火光之色 他盘膝中 更是双手抬起 左手围生 右手围死 掌开尾音 掌握尾果 双目闭合睁开 真假本源环绕 最终更是在他体内 轰蓝地爆发出一股惊天杀戮 第六道本源杀戮 胡晓而起 六大本源凝聚 直接融入王林眉心 其眉心漩涡再现 元神轰蓝而出 带着其六道本源 重新凝聚在斜戒内 雷光闪烁 火焰燃烧 蓄着三大本源流浪 更有杀戮开刀 在这一刹 王林的元神凝聚在的斜戒 直接爆发出一声剑之丝鸣 向着前方五十丈外的大门 轰隆而去 排斥之力越来越强 但却无法阻止 王林此刻全身修为的奇奇爆发 他的元神如同利剑 无坚不摧 转眼之下 就再次临见了十丈外 这一次 再没有之前的停顿 而是在惊人的排斥之力下 强行的冲了进去 轰的一声 却见血光滔滔一闪 王林元神凝聚在了把血剑 赫然间竟直接的 就刺在了石门的指幅之上 一剑穿过 刺入石门三尺之身 轰的一声 剑体剧烈的摇动 排斥之力轰然爆发 与王林的六大本源冲击 想要击碎王林的元神 再把血剑穿透了指幅 刺入这石门三尺的伤 王林的元神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 他曾经遇到 且让他很是熟悉的一股 不属于这个洞府的气息 气息是仙冈大陆的气息 是他在梦到之后 神是曾去往那个天地的气息 仙冈大陆 横骨间就存在于 苍凉天地的大陆 其大小是界内界外的无数倍 即便是第三步大能修饰 想要横渡整个大陆 也往往需要很久的时间 这仙冈大陆 更是被称之为天之边 地之极 这里是宇宙洪荒中 最壮观之地 在仙冈大陆东部 一片连绵不断的雄风之间 雾气缭绕 仙气傲然 处处鸟与花香 处处仙手飞后舞动 这片山脉 足有昆虚幸运一成大小 放眼望去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但尽管如此 这里与整个仙冈大陆相比 也只不过是沧海一宿 在这山脉中 有一座山峰直刹云霄 如同一把利剑到此天目 只是其长度 近距离看守无几 但远处一望 依然还是小山一座 在此山上 有一座庞大的宫殿群 这是一处仙冈大陆宗派的 分宗山门 这个宗派 名为归义宗 此宗 在仙冈大陆与七道宗一样 算不得大宗 此刻在这归义宗分宗山门内 大殿广场之上 有一口巨大的钟漂浮在上空 此宗足有千丈之道 远远看去极为庄严 但就在这时 此宗突然一阵 嗡的一声 回荡起来 传遍整个分宗的巨响 在这声响之下 书到长虹 立刻从远处宫殿里呼啸而来 在这几人来临的沙 却见巨大的钟上 爆发出了一阵惊天的血光 这血光刺目 再出现在这仙冈大陆的瞬间 光芒万丈而起 似着光芒 已经离开了仙冈大陆太久太久 但今天他再一次回来了 血光下 一把赤红的的剑尖 出现在了钟上 他穿透出了三寸 惊天血光 就是从其上散出 来临的树道身影 其中一人速度颇快 几乎杀九临界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身穿奇异的道袍 双眼露出金光 一身空弦巅峰修为 直接就扩散出来 更是在其空弦修为内 隐隐还有一丝玄解之力 显然此人 已经度过了不知几次的玄界 随着他的临近 在其后面数道长虹来临 化作了八人 他们站在钟下 一个个没露奇异之芒 盯着透出的三寸剑尖 在他们的目光下 剑尖慢慢的收回 血光一闪 便从大钟上消失 只留下了一道印记 永恒存在 众人沉默 冷冷的看着大钟 四周一片寂惊 掌门师兄 要不要打开这动弹钟 其中一人缓缓开口 暂且不必 当年马师兄带人 领走前曾说 此钟绝不能打开 他会自己回来 叶末学见 看来传闻中 叶末被七道宗引入洞府 此事是真 七彩尊者抛弃了道律 封锁了七道宗 并是获得了 极为贵重的宝物 马师兄当年研究了很久 这才以我归义宗至宝 开辟出了一条 通往其洞府的通道 以马师兄的手段与修为 我等不必多虑 其一个通道室门内 血剑倒卷 其内王林的元神带着震撼 在排斥之力下 猛的就卷回五十道 其元神融入肉身 一把抓着血剑身子 集结后腿 转眼之下就出了百丈 在室门百丈外 王林神色罕见的凝重 如铁青一般 死死的盯着室门 他心脏砰砰 砰砰的加速跳动 全身秀为急速运转 惊惊至极 一阵口感舌燥之感 涌现在他的口中 许久之后 见石门没有任何变化 王林这才深呼口气 仙刚大落 石门外是仙刚大落 王林再次看了看四周的通道 他的眼中露出了明雾 我明白了 这里我原本以为是 这七道宗先尊洞府的大门 但显然这一切并非如此 这里不是大门 而是被人开辟出的一条通道 王林盯着百丈外的石门 神色阴沉 身子向后退去 退后间 通道四周一串串门兽乱 散发的荧光映照到这里 忽明忽暗 一片诡异 这条通道 原本并不存在 他被人开辟出来 直接通往七道宗先尊的洞府 到底是谁 开辟了这个通道进入此地 王林目光闪烁 脑中急速运转 把他知晓的一切 在心神内排列出来 丑私抱紧一般去寻找 一丝丝的痕迹 通过这些痕迹线索 王林推演万古岁月前的真相 到底是谁 是疯子吗 亦或者是其他人 王林退后中 瞬间就来到了 文兽西市之处 这文兽不知 王林此刻心中的震动 仍在那里不断地吸吞 不易乐乎斑 其身子金光闪烁 正慢慢地消化着 就在王林后退至此的裂缝边缘 将要离开这裂缝的沙 王林突然脚步一顿 他猛地抬头 遥遥望着前方 其脑涵的此刻 似有闪电轰轰滑过 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太古星辰闪雷族中 我曾知晓在很久之前 有一批神秘之人出现 他们穿着起义 他们所使用的法宝与神通 更是前所未有 且我在闪雷族吸收不灭雷霆时 也曾看到了雷霆的记忆 模糊地看到了群人的身影 还有昆吉边 此边就是这群人的法宝 我当年还曾思索 要去五行星寻找那多 因群人中的首领 赫然与那多相貌一模一样 在闪雷族看来 这群神秘的修士属于外星臣 这天地间哪里有什么外星臣 他们分明就是从洞府外来临的仙刚之修 亡灵双目露出明亮至极的光芒 他脑中随着不断地分析与推演 渐渐地一片晴朗 他没有听到仙刚大陆 归一宗几人的话语 但此刻的亡灵在其推演下 却是渐渐地摸索到了真相 在他的心里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七道宗七彩先尊 此人当年获得了天道 抛弃了道旅 封锁了七道宗 在自己的洞府内参悟天道 且把这洞府也彻底封死 但他的这些行为 还是引起了旁人的猜测 于是在某一天 这仙刚大陆上另外一个宗派 此宗之人有天资经验之辈 以一种特殊的方法 开辟出了这条 直接进入七彩先尊洞府的通道 以这个通道 他们来临 这群人就是陕雷族口中的神秘之羞 他们最早不是出现在界外太古星辰 而是这封仙界 但他们的出现 没有引起封仙界的半点察觉 他们重新封死了这条裂缝通道 离开了封仙界 或许也在界内寻找了一番 但最终则是走出了封界大阵 去了戒拜 此后无数年 他们销声匿迹 又过了很久 恰逢四大仙界崩溃 这条裂缝或许是在崩溃中受到了一那些波及 又或者是其内因通道的不稳 而打开了一那些通道其他地方的道路 很多个可能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知从什么地方 引来了一群文兽 这群文兽在通道内繁衍 更是重新撕开了被封印的裂缝 冲了出来 进入到了崩溃之后的封仙界 占据了这里 亡灵脑中闪过一幕幕画面 这些画面全部都是虚化而出 使他想象出来 他望着通道尽头 双目露出沉思 这就是此裂缝第二次的打开 但显然 这群人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于这洞府之地 他们没有离开 否则的话 一旦他们离去 也就断然不会再有这石门与通道存在 应会被他们完全封死 抹去一切被人日后查出的线索 他们既然没有离去 那么他们在哪 五行星吗 他们也应该是没有找到他们想要之物 或许他们所要的 与七彩道人和战老鬼寻找的 是同一个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群人定是抱着如此打算 亡灵身子一晃 右手抬起向着文兽一抓 便把这文兽带着 一同要走出这裂缝 但文兽却是言论不舍 望着那些文婉 向着亡灵四名一声 亡灵转身 看招数以百万计的文兽来 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向着通道一挥 顿时便要狂风呼啸而走 卷动那些乱奇奇消散 被亡灵收入了储物空间内 文王欢呼的四名一声 这一次再没有半点留恋 跟随亡灵直接就飞出了这裂缝 在裂缝外 风仙界的风声呼啸乌叶而过 四周雾气弥漫 亡灵站在裂缝旁 双手抬起掐绝之下 猛的向内一合 却见裂缝的边缘直接移着 慢慢的向内靠拢 不多视 就在亡灵的神通之下 彻底的病隆起来 封死了裂缝 亡灵右手掐绝中 其整个右手立刻就模糊 却见一个个禁止幻化而出 不断的落在裂缝上 层层风影之下 转眼间就无数禁止 将其密密麻麻笼罩完整 做完这些 亡灵沉默片刻 还是有那些不放心 他右手抬起虚空一桩 立刻天地轰轰 却见被他得自古之木地内 生长出古稀叶的巨大头颅大陆 赫然出现 大陆上还有大量的干枯之树 只是其上确实已经有了 诸多古稀叶生长出来 这些古稀叶 是亡灵三年前 在远古先雨吸收的 那些古之三族雕像之力后 送入进去 经过三年的时间 慢慢生长出来 一挥之下 就有几十片 催化完整的古稀叶飞出 在亡灵手中旋转 被他一致中 极其贴在了并涌的裂缝上 将其再次封印 做完这些 亡灵收起了余下的古稀叶 将头颅大陆收入储物空间 大袖一甩 带着文兽一步之下 就离开这片雾气 随着裂缝被封 其慢慢消散无影 此周的雾气也渐渐稀薄 最终彻底消失 身在天空 亡灵低头看着下方的风仙界 其神石骤然扩散 笼罩无尽之地 把整个风仙界 全部在心神内幻化而出 风仙界的崩溃 并非不可逆转 因文兽的存在 使得这里的大地碎片 保存很是完整 这一点 比这羽界 雷界要好很多 至于闪界亡灵没有去过 孤儿不知晓其内变化 便以这风仙界为根基好了 闪界若同样保存就好 也可融入进来 亡灵深吸口气 双手抬起中 极空灵中气的修为耗然而出 随着神石的扩散 把这整个风仙界完全的笼罩 一处处风仙界的大路碎片 在这一沙轰然颤抖起来 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 把这一处处碎片 从恒久以来的分裂中 向中间凝聚而去 随着诸多大路的震动 天地轰鸣 就连无尽之风 也都开始崩溃 一直只在这风仙界内 栖息了很久的闻手 顿时大量的飞起 一个个带着争鸣与亥然 茫然地看向四周 王林白发飘动 一声大吼之下 他抬起的双手 猛地就向内狠狠地一变 以如今王林的修为 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可以让这风仙界的 诸多碎片大路重新狙击 空灵中期 就算是在第三步中 也是较高的存在 整个界内界外 数量很少 大地在不断地颤抖下 慢慢地移动起来 轰声惊天 此刻若是放眼望去 这风仙界如同一个破碎的镜子 正慢慢地相互靠拢 最终完全地凝聚在了一起 在他们凝聚地杀 一块完整的大路 赫然出现 天空的风 在这瞬息间崩溃 再没有了半点 那些无数文兽 此刻一个个颤抖 他们感受到了王林 更是感受到了王林的修为 以及让他们恐惧地强大 这些文兽 在这百年内 已经被王林的文王杀落了众多 尤其是那些强大的文兽 更是不知为何在当年纷纷死亡 剩下来的这些 根本就不足以掀起大浪 重新凝聚了风仙界 王林身子一步之下 就落在了这大路上 盘膝而走 双目闭合间 机缘神散开 与大地融合后 操控这块完整的大路 向前呼叫而去 轰轰只身回荡间 在王林的控制下 他把整个风仙界 强行地带出了 其原本存在的天地 出现在了云海的星空中 远远一看 星空的这块大路 散发出磅礴的仙气 这股仙气 与仙刚的气息不同 它是由香火气息改变而出 它是属于这洞赴界的仙气 当年风尊开辟四大仙气 本就是为了凝聚香火 故而这四大仙气的大路 与寻常不同 那些文兽也都在大路上 被王林的威亚笼罩 无法飞出 只能颤抖着磁服在大地 随着这片大路而走 星空轰轰 王林在大路盘膝 尽管闭着双眼 但他的神识 却是操控这大路 直奔罩和星域 他要去闪见 闪见是四大仙界中 王林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 里存在了无数次目的光芒 如同银河回旋 映照成一片至极的绚丽 星空内回荡呼啸直声 此声连绵 越加剧烈 在王林的操控下 这风仙界的庞大陆地 在轰鸣之中 冲出了云海 进入到了赵河 赵河收复之后 以那些本在罗天的赵河修饰 也纷纷在这三年内 回到了家乡 这里是他们熟悉的地方 在这里 他们可以更好地疗伤 赵河北部的深处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星空上一条璀璨的银河 这条银河就是闪界 王林曾来过赵河数次 但每次都是匆匆而来 急急而走 这条挂在星空的银河 他曾看到过 也知晓这里就是闪界 可却没有踏入 此番而来 风仙界大陆临界 刚一出现在赵河 就散出了大量的波纹 形成微压弥漫开来 在赵河北部的银河下 风仙界的大陆缓缓飘幅停顿 王林站起身子 抬头看向闪界 脚步抬起 向前一步迈去 瞬息间就踏入进了银河内 这银河远远看去 存在了诸多细小的大陆碎片 从它们上面 散发出的光芒 组成了这条横骨银河 在王林踏入着闪界的第三天 他的身影从银河内一步走出 其样子略有疲惫 在走出的瞬间 他右手向后一挥 却见整条银河骤然震动起来 直奔风仙界大陆 环绕在这大陆四周 缓缓地旋转 随着其旋转 这风仙界的大陆 立刻就被银河光芒笼罩 远远一看 这一幕颇为美丽 闪界的毁灭 已经无法弥补 只能作为未来仙界的守护之何存在 王林安坦 操控风仙界与闪仙界的银河 离去了 他第三个要求的地方 是罗天星域的雷仙界 对于雷仙界 王林很熟熟悉 里的诸多敌方 都曾有过他的身影 死去十日不久 庞大的风仙界大陆 在银河的环绕中 就出现在了罗天星域内 他们的出现 未压得波纹立刻就引起了 罗天星域那些疗伤的修士注意 这些修士纷纷起身 散开神识遥遥查看 这一看之下 顿时心神疑震 在雷仙界的路口 到横谷存在的雷霆闪电早已消失 被王林数年前吸引而走 此刻重回旧地 他没有半点犹豫 起身一步就踏入雷仙界中 雷仙界的崩溃 是毁灭性的 其内存在的大陆 当年被炎雷子驱走了不少 再加上后来的一次次事情 此刻已经所剩无几 整个雷界 看起来一片废墟 充满了荒阳 且这里极为不稳定 此随时可以再次大范围的崩溃一般 望着眼前的一切 许久之后王林安排 这里已经无法采用 雷仙界已经作废了 沉默片刻 王林摇头收回神势 转身离去 就在他离去的一杀 在这雷仙界身处 占老鬼所在之地 其双目露出奇异之盲 王林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他确实可以看到王林 忠灵四大仙界 他到底知道了多少 他到底是不是第三个 战老鬼沉淫中 没有阻止王林离去 王林走出雷仙界的瞬间 其双眼有微不可查的金光 一闪而过 再方才他神势笼罩雷仙界的杀 他的确没有察觉到战老鬼 但他体内的天理珠子 却是猛的移动 不知为何送出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借着这股力量 使得王林顷刻间就察觉到 在雷仙界身处 看着自己的战老鬼 王林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不漏半点心血 转身离开 原来他始终隐藏在这里 走出雷仙界 王林展开全部速度 去往了最后一处仙界 昆虚雨季 输日后 在四大仙界的交接处 王林站在星空 他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走过了四大仙界 搜集了足够的资源 可以让其完成崇宁仙界知识 往着界内星空 王林闭上了双眼 伴向之后他猛地睁开 双手掐绝向着下方 星空一直点去 以风仙界大陆为根基 成新仙界之路 此言一出 凝聚在一起的风仙界大陆 从王林身后呼啸而来 在其右手所指的方向 轰轰漂浮 阵阵微压扩散 一股仙气缭绕 他所在的位置 正是四大仙域的交接点 若把它分成四分 则四大仙域 各占两成之多 此新仙界不大 以雨界碎裂尘埃弥补 使此界扩张 王林双手一挥 其储物空间 在身后幻化而出 从其内立刻 就有他在雨界 搜集的无尽尘埃 这些尘埃刚一出现 就立刻熔落 风仙界大陆上 一层层的铺展向 使得这大陆上 似有了大量的尘土 变得极为厚实 就在这时 王林右手直接抬起 五指向天 双目金光异闪之下 却溅在这星空之上 赫然就有一个 巨大的掌印轰荣而出 这掌印 正是王林神通的灵异 此一一出 在王林的操控中 直接就向着大陆 一掌拍来 且来势汹汹 可却没有毁灭之力 而是借着一灵印的围压 使得这大陆上的尘埃凝食 再起凝食中 更是让这大陆 震动下向外膨胀 轰轰支声回旋 慢慢的 这大陆赫然扩张了一大圈 远远看起 已经庞大无比 闪界银河 成此新仙界护界之河 以此河分割先返 使得华神之下修饰 不得入内 此为规则 王林大袭一甩 却见闪界银河呼啸而来 环绕在大陆四周 将其完全包围后 爆发出了阵阵荧荧光 在这光芒下 这新仙界自成一锦 转轮阵法 以此新仙界为阵法核心 容太古星辰气息而来 王林摇破舌尖 喷出一口元神惊血 洒落在被银河环绕的 新仙界之上 随着其先血落下 笼罩这界内的转轮阵法 骤然而动 却溅在这新仙界的上空 直接就出现了一个转轮虚影 这虚影飘在大陆之上 缓缓地转动中 不断地把界外的太古星辰气息 大量吸收而来 涌入这新仙界的大陆内 此界已成 但只具雏形 其日后变化 已不虚我来完成 眼下还需做最后一件事情 将此仙界与界内四大星域的 所有修真星之魂融合 如此方可能让以后 在界内诞生的凡人 由修仙者后 在化神巅峰突破之时 被接引飞升仙界 王林沉默中 潘息坐在 漂浮在 新仙界上空的虚幻转轮之上 其双目闭合 元神直接从眉心飞出 一阵直响 王林的元神化作树粉 向着四周呼啸而去 与此同时 因这半个月来王林的举动 界内修士已经纷纷知晓 在清零等人的带领下 他们之前便接到了王林的传音 在王林凝聚新仙界时 界内残存的数万修士纷纷散开 去往界内四大星域 每一颗修真星 每一处可以出现 生灵的漂浮大陆 新仙界的凝聚 不是王林一个人的事情 他要做的 只是将这仙界雏形创造出来 这一点 其实红山子等人也可以做到 只是战后的他们需要疗伤 更因不知晓 这里的一切只是洞府的隐秘 故而无法看得更远 唯有王林 知晓了一切后 他既明白了担当二字 便必须要去做一那些事情 王林知道 与界外太古星辰的战争 或许已经即将结束 亦或者已经结束 但实际上 对于界内来说 更大的一次考验 也即将来临 这一次的考验 要么他最终胜利 带着这里的人走出洞府 要么 就是洞府知晓全部死亡 众生毁灭 一切在天道繁衍了数千数万年后 再次诞生出新的洞府生灵 如轮回一样重新开始 或许 在无数年后的某一天 也会有一个叫做王林的婴儿 在哭泣中诞生 界内数万修士 他们的身影在这后半个月的时间 出现在了四大星域的每一处地方 一颗颗修真星之魂 被他们抽出部分 再次前往另一颗修真星 直至这三年最后一个月的倒数第三天 随着界内数万修士的一一回来 他们寄现出了获取的所有修真星之魂 这些星魂与新仙界融合在一起 在一次次的融合下 当最后一个修士回来后 新仙界彻底的融合了四大星域内 所有可以诞生生灵的星魂 从此之后 凡是在这些修真星上出现的修士 他们在化神之后 将会因及血脉中存在的牵引 会飞升进入这新仙界内 做完这一切 王林分化的元神归一 与其肉身结合 他睁开了双眼 起身向着四周数万目光 凝望而来的界内道友 抱拳一拜 王某死去 生死不知 封尊之称 从此之后我便不是三年守护 新仙凝聚 是王某做的最后事情 接下来 我要去逆这个仙 若我成 则先破 若我败 则临王 司徒 我若死去 还望把我告诉你的事情 告知天下 书写成欲剑 留在每一颗修真星上 留在每一个法宝之中 留在这新仙界内 即便众生毁灭 也要让这件事情 成为天道无法抹灭的烙印 让后人也有知晓的可能 王林抬头 转身向着远处一步迈去 即背影 一片孤独 决人 在他之后 数万修士包括青林 红山子 司徒南等人在内 向着王林抱拳一拜 东斧界终极决战即将来临 王林凝聚出新的仙界 意味着他已经将一切处理妥当 只要这场大战结束 自己还活着 那么王林就会想办法 去往仙刚大陆 但是王林不知道的是 他将叶末之剑插入十笔之后 血剑的气息瞬间就被一位 仙刚大陆上的无上强者察觉 此人已经顺着气息来 找到了洞斧界所在 那么此人是谁 对王林是敌是友呢 后续剧情大家可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